搅拌山峡在小小的客室慈起皮裸 慈激社教导师中晚山 杜绝使用化学添加物 教导学员利用剪片 天然油脂及清水 手工制作环保加饰造 我们所做的这个环保这一块 其实主要就是杜绝化学物品 通洗的时候呢 它不会污染到我们的环境 水源还是土壤 咖啡渣 茶叶 果皮 回锅油 都是家里常见的厨余 把厨余变成制作原料 有效推动环保教育 现在的市场太方便了 什么都可以买 所以很多人就会忽略到 就是再利用的部分 我们如果每天都把你的回锅油 都收集起来 利用油剪片跟水 然后再加上咖啡渣 可以拿来做手工造 重点是你学了什么 你用的材料才是最重要的 课堂上教导学员认识 清洁用品的成分 深入了解后 才知道无法分解的肥皂水 严重污染环境和水源 手工造 我就认为比我们外面买的那种 我们就怕它放到 刷水的东西很多 所以我们自己做了 我们知道它的原料是什么 这样 汇乳洗头的 都是有一些paraben的成分 对环境其实是造成 也是一种污染 每一天每一个家庭成员 都要冲凉 所以会造环境会造成很大的污染 还有伤害 所以我觉得 咦 倒不如自己做 就是为环保出一份力 学习制作手工造 为环保出一份力 带新闻理财经 钟建民脑甲报导